当你的居家坐落在最好的视野 采光良好的室内空间 长时间阳光照射下 家具均烈褪色 皮肤跟眼睛也会因为阳光而提早老化 甚至导致皮肤病变 究竟什么光让家具均烈褪色 究竟什么光让皮肤跟眼睛提早老化 想知道紫外线的穿透力有多强 我们将进行皮肤晒黑模拟试验 这是一张紫外光感应变色的纸 用来模拟皮肤被晒黑的现象 现在用紫外线手天筒来照射这张感应纸 发现这张纸的确会因为紫外光的感应而变色 当我们换成常用的透明资料夹 有没有阻挡紫外线的功能 再来试试一般的手机壳 发现透明资料夹和手机壳因为无法隔绝紫外线 导致感应纸全部变色 现在将用面膜形状的隔热纸 用紫外线手电筒照射的结果 有隔热膜保护的范围 因为紫外光无法穿透 所以没有变色 并且出现了面膜的形状 所以隔热膜可以隔绝紫外线 现在先来了解光的照射原理 当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 会产生 穿透 反射 吸收 以及折射 了解完光的特性后 为什么我们需要组隔光的紫外线 与红外线 当阳光来到地球表面附近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光线人类肉眼看不到 但它会对生物或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 紫外光进到地球大气层以后 有一部分会先被 臭氧层给吸收 其余部分来到地球表面之后 波长比较短的UVB 它虽然能量比较强 但只能达到皮肤的表层部分 会对我们造成晒红跟晒伤的效果 其余部分波长比较长的UVA 穿透力比较强 会到达人体皮肤的真皮部分 会对我们造成晒黑跟老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千万不要忽略掉 常常都有的 无所不在人类看不到 可是其实影响非常大的紫外光 阳光的紫外线可以让皮肤损伤 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不是只有在户外阳光日晒时才会产生 阴天的云阻挡不了紫外线摄入 只要在室内有采光的空间 紫外线能够穿透玻璃 晒黑皮肤造成老化 甚至产生皮肤癌 紫外院运用了独特的多层光学膜 以及奈米技术 开发出可以反射紫外线与红外线 但是可以让可见光穿透的薄墨材料 而将薄墨材料运用在建筑隔热膜上头 一张薄薄的薄墨材料 其实包含了200多层高低折射率相间的材料 透过材料的选择 以及层间厚度的设计 可以有效地控制不同波段的光源折射与反射 而对可见光可以不受干扰的穿透 并且有效地阻隔 97%的红外线热能 以及99.9%的有害紫外线 隔热膜最多能将90%的可见光保留 使室内达到最佳的自然采光 透过办公室或居家的玻璃帷幕 能透视比4K高画质萤幕更清晰的窗外视野 室内空间有贴隔热膜的玻璃 当光线穿透或是反射到玻璃帷幕 200多层薄膜可以有效阻隔红外线 当你正在享受窗边温暖阳光 在多层膜的层层保护中 除了室内的家世可以保持原本美丽的色彩外 你也不用担心受到紫外线的伤害而晒黑 以及皮肤和眼睛提早老化 而面临全球气温上升 隔热膜也可以有效阻挡红外线 减少室内升温、降低空调负载 达到节能减碳的需求